都教授金秀贤魅力无法挡 代言的咖啡店来台展店 吸引不少哈韩粉丝 掏荷包捧场 不过一名蓝小姐却出面指控 遭代理商诈骗 原本付出400万的加盟金 准备议员老板梦 结果开幕当天才知道 老板不是她 他们可能都是用一贯的手法 去吸引消费者 因为他们利用韩兴 就是很多歌迷喜欢的心态 然后韩流的一个潮流 所以利用这个行销方式 去吸引很多人来开他们的店 梓先生跟我们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为什么总公司会告诉 投诉人讲说要找他们 那只是他单方面有说吧 那并不是事实 吃年9月 蓝小姐上总公司询问加盟 并和咖啡陪你 台湾代理商持证求签约 必须付出1000万元的加盟费 于是先缴20万的谈话费 拿到经营手册后 又花了400多万的头期加盟金 直到合约都签了 才惊绝不对劲 他完全没有教你什么任何的东西 他就丢了一本书给你 然后就请了一个妹妹说 你们不会泡咖啡 你们就问他怎么做 他也没有任何的经营管理上的辅导 然后甚至他就是 之前所有的原料成本 他都不愿意透露 这个部分我们也很清楚的跟他讲说 以法律上来讲 就是台湾咖啡陪你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整场记者会持续空转 总公司直撇清跟池先生 没有任何关系 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 原本讲好分期偿还 400多万元却跳票 而石正球也确定没有代理权 那么蓝小姐这笔账该找谁讨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